万一两岸有失台湾的金融任性到底是如何呢 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经得起战争 财政部长庄翠云透露 央行金管会跟财政部去年都做过金融兵推 两岸如果未来真的打仗 那么财政部为了筹措战备资金 可以考量增加税费 但是呢必须要先立法 好学者则正义可以指定用途以捐贷税 接下来呢还要来关心的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报道的是台积电即将要在嘉义科学园区 设置的两座先进制成的封装厂 第一场呢预计2028年就要量产了 到时候每天需要的用水量是3.3万公吨 当然现在水利鼠计划初期会先从云林湖山水库来做支援 不过呢立刻掀起的是云家之间的抢水大战 好云林县长张立善直说啊 这就是在占云林的便宜 经济产业发展必须要有长远的布局 跟规划怎么会缺东缺西之后 就跑来跟邻居借呢 好不过嘉义县长翁张良立刻反驳 在县内梅山乡等地被化为湖山水库 水植水源的保护区 水资源是没有县市之分的 应该是全台之间共享资源 好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是望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中国外长王毅呢 在澳洲的坎培拉先后跟澳洲的外长黄英贤 还有总理爱班尼斯会晤 王毅有呼吁中澳关系不会走回头路 也不会开倒车 并且强调呢 葡萄酒的征收高关税一事 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 希望努力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他也说了中方呢 愿意跟澳方筹备好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 全面来重启磋商对话机制 考虑展开海洋事务对话 好另外谈到了涉台等等的议题 王毅则是希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跟重大关切